字幕君 睡前者的鬼故事 大家好 我是錯別子 你們周遭應該會有一些同事 他個性是很鮮明的 可能是非常呱噪的 可能是講話很大聲的 也有可能是講話很輕聲細語的 當這些人突然間性情大變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接下來的故事呢 是抹茶麻糬他提供的 那接下來我會以 敌人稱的方式改編真實故事 說給你聽 大家好 我是摩擦馬數 這是我之前員工旅遊所遇到的事情 但這個故事不是我本身發生在我身上 我是旁觀者 是發生在我們的一個同事叫小倩 這個女生的身上 我先形容一下小倩這個人 她個頭不高 有一點點陰沉 長得很像櫻桃小蚊子裡面有一個 很常發出咳咳咳的那個女生的美版 沒有那麼的恐怖 她以前是在獨立書店當員工 後來來到我們這邊當文編編輯 那個性就是很慢 很反應很慢 然後很溫 甚至被奧客欺負 她也是苦笑 然後加班處理完 你問她吃什麼 她可能是想個老半天 大家講笑話 她也就是過了一陣子 才突然間笑起來 就像雷龍的這個反應慢一樣 那有一次我們員工旅遊 是規劃要去花蓮 先到花蓮 然後在北上宜蘭 最後在北上回我們新北的辦公室 大家在解散 第一天第二天在花蓮的時候 大家玩得很開心 晚上喝酒聊天都沒有問題 第三天就北上到宜蘭吧 宜蘭我們是住一間民宿 一棟樓 那住進去之後呢 大家晚上也是一樣 因為他有附烤肉啊什麼的 大家就想烤肉喝酒 然後最後玩射龍門 雖然這個民宿他有裝潢過 可是你大概看得出來 像是他們的客廳有掛這個水晶吊燈 去廚房的 碰到有一個像拱門造型 你就啊這個房子應該是很久很久了 雖然有裝潢過 不過也沒差啦 我們也不是住在這裡 就是不是住很久嘛 那大家玩玩玩玩玩 玩到晚上的時候就射龍門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玩過射龍門 簡單來講 他是一個會讓人失控 且現場會很嗨很嗨的一個遊戲 就在大家玩到一半的時候 又加上喝酒 小倩突然間跟大家講說 我們小聲一點 我們的民宿是坐落在宜蘭的一個一棟 他旁邊都是田野 你看那個廚房出去也是田 你的門拉開也是田 四周是沒有房子的 房東也離我們有一段距離 所以你怎麼吵 是不會被投訴的 所以當小倩叫我們安靜點的時候呢 大家講說來民宿就是要吵啊 他當初就是包洞就是為了吵啊 神經病喔 可是小倩就是苦笑之後還是說 啊安靜點啦安靜點 大家也就沒理會 繼續玩 有安靜一下下 但是說真的 當你看到2Q重駐的時候 全部的金額翻倍 可能要到四五千五六千的時候 現場的人又開始歡騰起來 這時小倩就很大聲的說 我說安靜點了 其實聲音沒有很大 但對於我們認知的小倩來講 已經很大聲了 現場就一片安靜 大家都嚇到 大家的想法是 靠 小倩怎麼突然間這樣 然後協力就跳出來 緩和一下說 可能小倩累了 那那個誰誰誰你陪小倩先回房間這樣 當他上樓的時候大家就開始講 原來小倩是那種 標準喝了酒之後性情會大變的人耶 平常很文靜就喝了酒之後會吼人 怎麼之前幾天前都沒有 可能喝不夠醉 還是怎樣怎樣 有人就說 我坐在旁邊這麼久第一次聽到他講話這麼大聲 然後就這樣講 博大就算了就睡覺 第二天還有行程 第二天一早呢大家在這個餐廳的時候吃飯的時候呢 看到小倩一早起來就在泡咖啡 然後也逐一跟大家道歉 然後就說不好意思大家也沒放在心上 又完了一天 那是最後一天了嘛 回去之後呢就買了啤酒威士忌 大家就想說一定要喝到爛醉 最後一天了 怎麼樣也要玩回本 所以晚上又開始很吵 小倩又開始跟大家講說 欸可不可以不要吵啊 安靜一點安靜一點這樣 這時候我們這邊有個老業務 算是大我們幾歲的一個叫容哥啦 他就是平常把那種髒話都掛在嘴巴裡面 他就不爽 他喝了點酒就不爽 他說靠杯喔 小倩如果你怕吵你就自己回房間啊 你為什麼一直掃我們信啊 出來玩你還要安靜那幹嘛出來玩 然後小倩就說會吵到人啊 真的不要這樣 他說這裡哪裡有人 這邊沒有人就我們這四周都甜 就小倩平常是有點怕這個容哥的人 他突然就硬起來跟他講說 你沒看到的人不表示沒有人 哇 果然是在獨立書店這種文青會講出來的話 大家覺得好像有點道理 但又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大家就覺得很怪 這時鞋裡又跳出來原廠說啊 那那個媽祖小布店小倩我們去買顏書雞 想要吃什麼的在群組裡面打一打 我們開車出去這樣 就帶出去了 我開車 協理坐在副駕 小倩坐在後面 當我們開出去的時候呢 其實應該說一上車的時候呢 協理就問說小倩怎麼了 為什麼你突然間都要叫大家安靜 沒道理嘛 又沒有警察來說太吵 又沒有鄰居 為什麼要一直安靜 小倩不講話 我們從後照鏡看呢 他坐在後面的時候其實很害怕 你可以感覺說他有點發抖 然後都不想講話 頭就看著窗戶還不講話 我們的車子開出這個田野間 右轉出去 這樣兜兜兜 旁邊的店家變多 有Seven了 有超市了 有很多攤販了 人變多了 小倩才跟我們講 所有的過程 他說在一進宜蘭的那個民宿 房東一開門的時候 他看到很多的黑影瞬間往各個角落串不見 很像是那種倉庫一開門 很多蟑螂都跑掉那種感覺 他就知道這些黑影是什麼 然後到了晚上 當太陽一下去時 黑影就慢慢的從四個角落 四周開始跑出來 有的是攀附在這個屋點的角落 有的是攀附在酒櫃那邊 有的是攀附在沙發的那個把守的哪個地方 然後我們越來越吵的時候 這些黑影就浮出臉來 開始具象化 有的有眼睛鼻子 有的是整張臉出來 每一張臉 有的有男生 有的有女生 不知道 但是通通都是很嫌悟且不耐煩的表情 覺得太吵了 後來是這個沙發底下 應該是這裡面最大的一個女鬼 他像是流水 他說小倩說像流水這樣流出來 然後像魚那樣在我們的四周 不斷地滑來滑去 他最後有滑到榮哥的身上 然後看著榮哥 而且露出極其讓人不舒服的一種笑容 就像蛇那樣纏在榮哥身上 小倩知道 應該是我們吵到了這間屋子裡面的一些林 或者是四周的林跑過來 因為附近太空曠了 當你很空曠的時候 這邊突然間很吵 很多好兄弟們就會靠過來 所以他也不能講 協力也說 你是因為怕講了 大家會怕 而且那些可能就知道 小倩就點點頭 他不能講 他只能叫大家安靜 大家又不安靜 加上榮哥又被纏上 所以他就覺得很緊張 好啦 現在顏書記也買完啦 也知道房子 這個民宿鬧鬼啦 要不要回去 當下我也嚇到 原來小倩有陰陽有限才知道 要不要回去 我們後來是怎麼樣 查到附近有一間帝君廟 拜關聖帝君的 我們就過去 廟還沒關門 就跟廟公講這件事情 廟公就帶我們去拿護身符 過香爐拜一拜 回去之後呢 我們就有放到 也沒有驚動啦 就放在每個人的房間裡面 唯獨 榮哥因為跟他的室友 兩個人喝個爛醉了 早早就進房間反鎖 我們沒辦法進去 敲門他也沒反應 所以就只好把這護身符先放著 最後一天大家睡到了中午 也沒有吃早餐 中午之後呢 才退房 然後開始每輛都規劃好 每輛車馬 誰在誰誰在誰 回到新北市 在路上 小倩在我們這一車 才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大家才嚇到說 原來這個屋子鬧鬼 然後才有人說 難怪我去廚房 或是哪裡的時候 覺得那邊特別冷 或是哪裡的時候 特別不舒服 這時車上有一個人就說 所以榮哥發燒也是跟女鬼有關嗎 然後我就想想到 蛤 榮哥發燒喔 他說對啊 所以榮哥原本是要開車載大家 但是因為他一早起來就發燒 所以換阿成開車 不知道是不是跟女鬼有關 後來榮哥也是休息了一兩天之後才回來上班 也是帶著口罩 一直打噴嚏 那我們也跟他講說這件事情 不過榮哥不知道是好面子還是鐵齒 他就覺得我被說 那我摳靈怎樣的 那過一陣子他就好轉了 所以就沒事 我們就沒在追究 我是抹茶馬屬 那這是我之前去跟員工旅遊在宜蘭的某間民宿 遇到的靈異故事 這間民宿呢 嗯 因為我後來有跟他問到在哪裡 有去查這個地址 慶幸自己沒住過 因為我常常去以來玩 他確實就是在一個很 不能說偏僻 但他確實四周就是比較空曠的一個地方 那民宿裡面還有附卡拉OK跟麻將等等 所以就是你在裡面怎麼吵是不會吵到人家的 那是不是這間民宿本身有不乾淨的東西 其實我們不能這樣講 很有可能就像剛剛故事裡面提到的 當你在一個地方開始很吵的時候 四周的好兄弟是會靠過來的 我之前有講過一篇故事 在高雄的某一間醫院 那間醫院現在已經關掉了 那間醫院是專門收這個重症患者的 然後這個投稿者他就是住在醫院的旁邊 他說有多近 你窗戶拉開你手就可以碰到醫院的牆壁 這麼近 然後他就在那邊發生很多的靈異事件 後來是通過神明的機身告訴他說 你們半夜太吵了 所以醫院的很多好兄弟呢 都會被吸引過來 二來是你們所在的地點 剛好是陰陽交界的一個路口 在廚房90度角的那個位置 所以很多靈體過去的時候都會過來這邊看 這也是為什麼 有時候在半夜的時候會有人說 去哪邊的時候不要太吵幹嘛的 因為你可能會驚動到那邊的好兄弟們 他們也沒有惡意 只是靠過來看 但是當他們靠過來的時候呢 畢竟磁場的問題 跟你離太近 你也會不舒服 好不好 我是錯別子 我是萊登坎 我在我寫了18則故事 不用覺得很生硬 裡面的內容非常有趣 好比有一個叫諸葛符 就是你喜歡的男人用這個符畫下去 他就會像諸葛一樣趴在你身上 如果你覺得我在胡說八道 那你就翻一翻看看是不是鬼話靈篇 現在這本書 符咒的力量 在成品 伯克萊 金石棠 momo 跟我們家的快點購都有得買 在新人一年選擇讀一本新書開始 我是錯別子 我是萊登坎 我送鬼話靈篇 但我不胡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